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接连出炉之后 没有时间喘息 通通赶着上工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陈建仁上媒体专访 谈妻子女儿 展现亲和力 民国党主席徐希盈 今天也特地单独召开记者会 虽然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搭档选副总统 但是他似乎更放不下民国党的立委选情 挂上大大民国党党会 徐希盈单独召开记者会 虽然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联手选总统 但是三句话不离民国党的未来 部分区分开题 区域立委整合也还要瞧 喊出10%高门槛 徐希盈不会言 冲政党票就是民国党的目标 答应当宋楚瑜的副手 这就是附加红利 只是徐希盈毕竟身为上一届全国最高票立委 放弃新竹县广大票源 来选副总统 传出接班人可能就是新竹县议员邱敬雅 徐希盈与带玄机 似乎还在等邱敬雅同意 有没有优质的候选人 如果有 当然薛仙宇呢 我们鼓励他 那也要有这样的人 还有有这样的意愿 所以那目前呢 这个我们民国党还没有 还没有做出决定 虽然两党合作模式还没定案 要让媒体有好影像 徐希盈每场行程都给问道保 副手亮相后 首要任务就是抢曝光 徐希盈一早两个行程嘎紧紧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陈建仁 也抢上专访 不谈抢票 展现清和可爱的一面 我在追她的时候 我常常去圣家堂 然后她 我在圣家堂举行分离弥赛 然后我太太就说 我要送你世界上 最美好的礼物 那我当然很口腿 我就说 当然了 你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礼物 受访时全程微笑着 陈建仁身上多了信仰的光环 和传统政治人物不同 距离大选时日越来越近 副总统参选人的版面分量 也越来越大 如何给选民正面印象 僵尸副手门 迫在眉睫的课题 UDN TV 陈玉斌 陈亚瑜 台北报道